巴黎奧運賽事一場接一場 網路上熱烈討論 美國游泳隊選手們 賽後臉色發紫 集體成了紫薯隊 很像中毒 你說什麼 很像中毒 為什麼 因為紫色就很像中毒 水裡有綠啦 可能綠啦 綠的問題 OK 我覺得應該要查一下吧 就是通常運動完都 變紅色 然後會傳什麼的 但是變紫色 而且只有他們 就很奇怪 我覺得很驚訝 然後 哪裡驚訝 為什麼會變紫色的 有可能被嚇到 可能就是憋氣憋太久 或是呼吸的那些方面 會不會是他們服用了 什麼藥劑或之類的東西吧 為什麼妳會這麼感覺 因為電影啦 電影 對啊看電影都不是 為了參加比賽 然後會注射什麼興奮劑之類的東西 不知道 沒有溫柱就對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變臉會直直的 可能是因為 就是活動量很大嘛 就是需要一直喘氣的關係 所以可能 我也不知道耶 就是像是用力過度的感覺吧 缺氧吧 對啊有可能缺氧 對啊有可能缺氧 或者是可能 藥物吧 喔 OK 對用了什麼藥物之類的 但這也不好說啦 OK 對啊我覺得就是大家要互相尊重啦 對啊 對我知道啊 就說中國 中國的那個 中國人很多人都說他們有打藥 才會這樣 不知道他有沒有 但是就是 再有證據出來證明說 他到底有沒有 真的有打什麼禁藥之前 就是也不應該去這樣子講人家 因為 因為畢竟能擔上奧運的這個地方 的每一個人都付出很多人 我覺得很扯啊 就是 通常都是紅的 為什麼會出現紫色 就可能那個國家 他們可能運動完都是 就是臉會變紫色 可能這樣子 對啊 就是可能每個國家都不一樣 但我覺得在找到真正的證據之前 不可以先講這麼果斷 他們可能 他們可以做一些推測 就是他們可能有 但是我覺得不可以很果斷地說 他們就是有打藥 定藥應該用了 不會 臉變紫色的 應該 就驗尿才看得出來而已 多數民眾對於這個 紫屬臉表示很驚訝 不過呢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用藥問題 民眾說還是要透過檢驗 才能夠知道